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專題 今天就爆了 這宗消息爆到七彩 其實是前兩天發生的 是昨天發生的 星期一發生的 但因為我們星期二 你未分設資料 因為我們星期三、六 因為星期四出 沒錯 這宗消息爆的就是 關於台灣的MeToo事件 我們之前也拍過段片 關於澤臣、朱學恆和女議員的事 雖然我們說的是上個星期的事 但MeToo事件一直延續下來 由之前說的 朱學恆那邊是比較政界的消息 一路演變下來 就來到娛樂圈的消息 我講講一個 一般的理論 其實男人和女人交往 本身已經有很多MeToo事件 只不過呢 本身男人和女人交往很多時候 Date rape 或者之類 朋友的時候去到 只不過這些事件 就延伸到職場 現在終於在現在突然之間 這個時候爆發 所以其實這件事 其實是普遍的存在 很普遍的存在 很多罪惡 如果大家說罪惡 或者罪安 是普遍在很多地方發生 現在的人就把以前的時候 那些 即是體內的 那些積毒 一次過爆發出來 如果是中央的 沒錯 所以其實這件事 不是新奇 亦都不是普遍存在 在基本上每一個社會 因為男女關係 從 原始時代 是 從一萬年前的時候 已經都 大家看到那個人是 撥暈了女兒 然後拿回去 就搶了老婆 城吉思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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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粟該 是嗎 阿粟該 的故事就是這樣 他看到一條女 他沒有人捉兔子 他看到一條女 他看到地下有一堂尿 然後那一堂尿是女人鞍的 那時候他不捉兔子 還要捉女兒 那條女兒 原來是別人的老婆 不要緊 他就拿去搶別人的老婆 然後 那條女兒還對她好忠心 然後是斯德哥染魔戰後群 所以這件事本身是 半強不勝的事 是深藉在男人的基因 只要你有機會就會做 而在台灣 我記得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有一個傳媒機構 請了一位半高層 回來 那位半高層在台灣讀書 在美國深藉 我記得做了 我們大家都認識的人 然後發生了V2事件 然後就炒了 我記得當時有些台灣幫 很熟悉的朋友 台灣是這樣的 台灣每個人都這樣的 我記得他們覺得台灣幫 那天從台灣讀書回來 然後香港的傳媒 做高層 不是高層 半高層 即是中高層 管理階層 然後搞那條女兒 結果炒魷魚 然後他們說 是啊 台灣每個人都這樣的 風氣是這樣的 對 對 跟我說那個人 跟我說那個人 是 都是在台灣讀書的 台灣讀台大的 那就是 在一個香港的傳媒 都很掌握的 他們幾個都是這樣說 台灣這件事 在台灣 自然 每個人隨便的 都一樣 OK 你可以繼續說這件事 我只不過說台灣 他們在台灣讀書的時候 當然大陸的時候 是另外一件事 現在是另外台灣 是 由黃金家族 成吉思汗 講到現代的台灣 是啊 因為我現在 給你十分鐘 一路發揮 OK 這件事 當然是 大家要看娛樂圈的新聞的時候 當然知道是 金鐘獎著名的主持人 黃子皎 皎皎 在台灣的時候 最近 在星期一的時候 發出一個很大的新聞 當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他就是講自己的直播 裡面承認一些 他過往強敏 一些女素人的事實 當時他也在直播裡 說的是 這位是當時事件的女事主 這位是法國的媳婦 嫁去法國 Sophia 他就說 自己在十幾年前 十七歲 記得是未成年 那時候 就被一位娛樂圈的大前輩 十七歲可能成年 我不知道在台灣是否成年 我知道 算是十六還是十八 因為應該是 發電年齡和搞事 香港發電年齡是十八 二十一 有兩個不重要的定義 搞事年齡是十六 OK 十七歲的時候 他就說給這位娛樂圈的大前輩 強敏 在車裡面強敏 然後更加以藝術的名義 被迫拍裸照 當然現在已經不是十七歲 已經過了十幾年的時間 現在就在Facebook那裏 重新爆出來 這件事 我補充一件事 就是 強敏和柏羅照 是兩個完全是 不成等級的罪行 很多男人都試過是強敏 強敏之前必須要說清楚 那首歌 但是拍裸照 那件事就嚴重了很多 是 我經常覺得強姦 雙人也有 雙人十七和雙人十九 是有不同的程度 即是強姦也應該有 強姦十七和雙人十九 你是 半推半就 你和那個男人 一起去旅行 一間酒店 和一間酒店一起睡 然後他說他強姦你 那一刻你不想 不過他就強姦了你 而且你在街上打一條女 在街上 在街上 夾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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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種 其實應該是不同的罪行 但是 我 就是 完全和雙人十七和雙人十九 有分別 是 也有分程度 我覺得這個程度 是很嚴重的分別 差很多 很嚴重的分別 那個人 周時的女生都說 躺在一張床 甚至 那一刻躺在一張床 甚至 沒有穿衣服 不過那一刻我就是不讓你做 那一種東西是強姦 而在街上 無端的 尾鎚在後面 拿棍拳 那女生真的試過 被人在後面拿棍拳 她住公屋 其實很多年前她住公屋 她就說 她在後面拿棍拳 幸好她反抗 如果她不反抗 她不反抗 因為她很健碩 如果她不反抗 她不反抗 她強姦 施暴 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是 那這位Sophia 爆料之後 那時候就沒有指名道姓 只是講演藝圈的大前輩 但是 憑著一些蛛絲馬跡 包括她說 這個主持人最近生了一個女兒 等等 大家去 那些網民就想到 會不會是這位金鐘獎的主持人 王子甲 那 爆這件事就來了 就是 第二天 清晨五點多的時候 王子甲做了幾場的Facebook 發了一些片 就親自承認 就說 的確她是一個當時的男主角 而且 這個都不是最爆的事情 最爆的事情就是 連帶著自爆毀滅式地 去爆了台灣十幾位的藝人 的內幕出來 而且 而且 點名 開名 開姓 是地人 什麼都齊 令到台灣的狗仔隊表示 非常忙碌 當然是 我一看到這宗新聞的時候 那天我還在看布林肯 看布林肯這些悶事 突然間有一宗這麼厲害的 醒一醒神 馬上醒了 不過就還不像 因為那天已經晚上嚇了 你突然早上跟他做 沒錯 但至少我看這宗消息的時候 我馬上想起劉德華和 鄭秀文拍了百年好合 李冰冰說的那一句 就是說 我先殺死自己 再殺死你們 再走路 這就是我完全感受到 黃之駕當時拍片直播就是這個心情 我先殺死自己 再殺死你們 這就是比喻 沒錯 他真的承認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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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敏和那個 偷拍 名拍裸照這件事實之後 再去 大爆大鑊 好了 那他爆了什麼大鑊 那我從最輕的開始說起 很快 第一件事 最輕的就是 例如台灣的節目主持人 曾國成 他去拍攝的時候 就在廟宇那裡去 盛獻喝酒 這是最少的事情 然後他也說到一些主持人 包括胡瓜 托宗漢他們曾經去 坐過監 這些也是小事 然後他就說到一位姓陶的女子 後來發現的 也是被動地 被動地承認 就是陶貞營 就說 當年佳佳和陶貞營去拍拖的時候 陶貞營就對他愛你不理 也不公開 陶貞營 那沒問題 這些是很小事 對 這些已經算是最小事 然後 也說了兩位 假性的偽人 兩位姓假的偽人 當中應該是 應該是 賈泳哲和 賈正文 主動追求他們之後 他們就玩失蹤 當然兩位當事人 也都否認了 我不是那個性格的偽人 然後 他就說到 吳宗憲 說到吳宗憲 就是說 過往他一路的形象都很好 但其實他和三名的女子 一直有些糾纏不清的關係 而且欠債不還 吳宗憲在之後也回應了 自己的財政狀況很好 表示也擔心王志 表示也會採取法律行動 他也沒有說過自己 死亡都關你發作人動 你也看不到一個死的人 死豬不怕開水燙 已經要殺死自己 還怕殺死你們 好了 這些就是他一口氣 你看到我短短三十秒 已經講完其他十幾位藝人的故事 就知道當然主角 就是王志搞 焦焦爆料 就是講大小S 大曲線和小曲線 是 沒錯 到大小S這裏就是重頭戲 先講小S那邊 其實他一開始就講大小S 一直以來都有吸毒這個習慣 一直保持著 先講小S那邊 他就說 在焦焦 過往 其實在九六至二千年的時候 很出名的就是他和小S拍拖 在那一期 在拍拖之後 到了01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一周刊 是出了這樣的封面和報道 就是這個封面是說01年的事情 2001年 加焦焦也是當時在他的直播裡面說到的 就是說 當時的大小S一起 大S也和光頭一起 說的光頭當然是說 大S那時候和光頭一起 對 說的是 現在的丈夫巨進葉 OK 那和他們一起在一個飯店那裏 喝藥 即是拍丸 拍藥 這樣 阿焦焦就說自己非常不想的 但是在台北被范曉軒 周進衛他們在家裡 還有大小S他們就說 被邀請 被說服 被硬塞 就說我很不快樂 然後就說 當時光頭 即是巨進葉 就很大隻 因為阿焦焦比較小 直接抱他去廁所那裏 就逼他去吃藥 逼他去拍藥 然後 當然 就說 其實不止一兩次 他基本上很多時候 在度假 夜店 全部都是拍藥 最後 嘉嘉就說 沒有理由 你們可以若無其事 繼續紅下去 所以我這次 一定要爆你出來 我已經沒有了 娛樂圈的生涯 都不會被你好光 所以後來 很多的 網民包括狗仔隊 就發掘這宗消息出來 2001年 他們就有說過 露天搖頭 政外派對之旅 亦都拍到 當時2001年的時候 包括大小S 包括他一班好朋友 或者好姊妹 都是一起的 做這個 好姊妹 這些是好姊妹的 是 這件事都一起做的時候 就是好姊妹的 當然 然後 這一宗消息 其實在當年的一周刊 都是一宗很大的新聞 2001年的時候 而且當時也在內容裡面 附帶了三十多張照片 就是他們在玩 在嗨的照片 當時的形容詞 寫了他們 肉肉橫流 精神緩散的字樣 最後一周刊是被告的 被他們告的 這宗官司去到2004年的時候 才是完成的 亦都的確是 大小S他們是勝數 是獲賠五百多萬台幣的 但是他們告他 告他什麼呢 告他 防害秘密罪 即是有做到 防害秘密罪 不是誹謗 他告他防害秘密罪 即是 我秘密做 侵犯隱私 不是說有沒有做到 不是說他誹謗 沒錯 是防害秘密罪 當然這件事 雖然大小S勝數 但當時小S的風評 當然也大受影響 而且因為在96至200年 佼佼和小S拍拖的時候 後來的分手事件 也搞到戰本性風雨 當中也牽涉到其他另一位女主角 就是曾寶怡 曾寶怡在當時一直是 曾志偉的女兒 沒錯 曾志偉的女兒 她和第一任太太生的女兒 而這次唯一沒有說過就是曾寶怡 這次爆料中完全沒有曾寶怡 大家認為是曾志偉的力量 沒錯 還有點力量 曾寶怡當時是曾志偉20歲的時候出生的女兒 而曾寶怡在零幾年的時候 一直被認為她是第三者 雖然曾寶怡三番四次說 自己一點都不是第三者 但仍然是鬧得很不愉快 這件事無論是佼佼 小S和曾寶怡 去到一幾年的時候 才在各大節目做 所謂世紀大和解之旅的事情 所謂握手賢和 但是這件事對小S的確是有事業上的影響 但最大事業上的影響都是對她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就牽涉到台灣 在零幾年的時候 當中很多的綜藝節目 他們有不同的派別的問題 原來當時很多媒體找出來 當時台灣綜藝媒體的派別 是分了幾個大的派別 你可以給她剛才那張照片給她看嗎 這張 沒錯 她在說 因為她割開了 就給她一張照片 然後那些照片 就說她其實受脫法 影響很大 所以她就是 現在她就是 所以被人看到這件事 所以她用了很大的心情 譬如說戴假髮 或者之類的東西 是 因為她是受脫法的 就是扮帥帥 現在我們光頭都給你看了 OK 完全不結了 那我們的頭髮精華液 是 剛剛推出了 是 我只是告知大家 是留意這個產品 是 我們剛剛推出了 但因為好像馬上都給了 所以我只是留意這個產品 我不敢很肯定 因為很多人說 一上到有些東西買不到 現在已經賣了 我們出的產品 自己出的產品 一定是有質素保證 是 所以我們只不過是 通知大家有這個產品 我們不是不希望買 但因為未必有得買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當然有得買 或者知道了什麼 我們當然會力銷 但是 因為 我們的粉絲有很多支持 因為我們有事實的根據 有科學的根據 而且也是有頭髮班的人去 有見證 因為我其實沒有留意 我都說了 其實我最重要是做節目 我完全不知道公司發生什麼事 但我只是告訴你 我剛剛見到群組 我只是告訴你 這支是一隻版本 所以它沒有招指 我大約看看 明白 我和Anon昨天做直播 也是昨天晚上才開賣 已經立即沒有了 你昨天晚上開賣 昨天晚上10點 我不知道 因為有些人說是買不到的 所以 但是我不知道 是否一時之間 加入了購物 但給不到錢 再按進去就出現 已經售完 但是 我們服務客服 就說 可以再試一次 所以我都不太知道 是 好 大家如果有需要 就可以密切留意 希望幫助到人 是 好 當時 一直說回 剛才的故事 他和小S 一直分手 很不愉快之後 最直接影響的 就是自己的前途 因為當時 其實在台灣 眾藝派別裡面 他分了幾個門派 包括的就是 張飛 張小燕 吳忠憲 和王偉忠 主要是這四派 張飛當然是比較 年紀大一點 張小燕當然 在當時也成年已久 都是年紀大的 是的 吳忠憲當時算是新一些 現在就是老 但吳忠憲最厲害就是捧行周杰倫 沒錯 當時周杰倫 都是因為其他人 不是特別去拜他 唯有吳忠憲覺得自己出 應該吳忠憲也是唱歌出身 CVCJMDL1 這次他真的上場 吳忠憲應該是他一首歌 很熱的 很多人翻唱歌出身 他一開始是和三個藝人 去做樂隊開始 做合唱開始 然後就自己開始唱 那期我最記得 好像在笨小孩也有他分 笨小孩 鄧七仁的時候已經紅了很久 他應該是有一首不知什麼歌的 你什麼呢 繼續 沒錯 和張飛無關和張小燕合稱三王一后 對了 剛剛好這三王一后就在這裏了 就是這三王一后了 剛剛好有張照片 掌握著最多的台灣綜藝資源 在90年至00年代初期的時候 而當時 佳佳其實就在張小燕門下 當然後來張小燕和張飛慢慢淡出了台灣的演藝圈 變成胡瓜不中獻再加上黃偉忠 黃偉忠比較少在幕前 因為他主要在幕後 他有一個很大的公司去做台灣綜藝節目的工作 也簽了很多藝人 當中當然包括大小S 都是黃偉忠旗下的藝人 而只有黃偉忠和吳中獻的兩位大佬之下 當發生了一件這麼不開心的事 就是佳佳和小S 是不是這樣 晚上你才會這樣想起我 我確實記得 這首歌是三個唱出來的 是不是這樣的事 你才會這樣想起我 所以我特別記得這首歌 大師又開禁後 當他沒有了張小燕這個靠山 但也跟大小S發生了一件這麼不開心的事 因為大小S是黃偉忠的外將 兩位外將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在黃偉忠旗下繼續做下去 而當時吳中獻的力量 也未能夠繼續捧紅他的時候 因為吳中獻當時還是偏向新人 和大佬都不可以直接去頂峰作案 所以當時搞成這樣的事件之後 阿佳佳在台灣的眾藝圈裡 差不多是沒有蠟燭之地 所以發現到如果大家去查他過往一些紀錄的時候 他最後一檔的台灣節目已經要數到02年的時候 所以他很壯大小S 沒錯 然後他就要被迫去國內 中國國內 中國國內 因為台灣都叫台灣字 他叫台灣國內 是嗎 中國大陸 如果假設台獨分子 當然他不是 所以這件事都牽涉到統獨之爭 所以他從那時候開始就非常之憎恨大小S 因為他完全把星圖完全沒有了 當然到後來2010年的時候 張小燕是回歸的 所以才令到交交在2010年的時候 可以回來台灣 主持有幾檔節目 甚至乎拿回金鐘獎 但是如果當時張小燕一直沒有回歸的話 其實阿交差不多是回不了台灣 至少在台灣也沒有這樣的蠟燭之地 所以當中的怨恨在這裏 就一直維持著 去到今時今日 為什麼這次爆料 爆得最厲害的就是大小S 背後有這樣的一份恩怨情仇在後面 現在生氣了很久 這就是關於小S的事 然後講到大S 說到大S的時候 就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前夫 汪兆菲 驚承四少 汪兆菲 汪兆菲 其實過往大家會 一個印象就是 在他微博上 就著他和大S的關係 亂說話 經常喝醉酒 好像喝醉酒亂姿勢 然後又拍到床上有另一個女生 汪兆菲的形象在微博上 比較負面一點 但是 但是 我補充一句 取了大S 就算不負面 都負面 因為很明顯 如果不是智力有問題 怎麼會取了這個女人 沒辦法 已經是異意誠催 在去年 五月底的時候 其實汪兆菲出過一個post 就說 大S其實長期 就有一個 服飾藥物的習慣 這個是 汪兆菲在去年 五月三十的post 當時 他的婚姻已經 都幾亮起紅燈 你應該會用 複食 為禁藥物的習慣 不是複食 藥物的習慣 複食 我也有複食 藥物的習慣 但我不想吃 不然 結果都要吃 避免要吃 長期比較玩 大S 吸毒這件事 其實早前沒有什麼報導 汪兆菲 即使在去年 五月三十日出了這些post 其後一輪的post 之後 都沒有什麼特別 去掀起了什麼波蘭出來 在關於服飾 違禁藥物 這件事裡面 雖然大S 經常屢次 被拍到 傳出身體不好的消息 經常暈 癲癇症 但大家都覺得 只是他身體不好 從來沒有把 汪兆菲說這件事 放在心上 甚至乎 在當時 汪兆菲風評最差的時候 就覺得 汪兆菲的事是亂說的 但現在 加上 佳佳 她說出來 原來大小S 是長期有吸毒的習慣 根據她的說法 至少一章都報道過 對 網民重新去找汪兆菲 過往說過的事 就發現 咦 有很多可信度 所謂複蝕的長期 違禁藥物 是什麼藥物呢 其實就是 施洛斯 這是一種很強效的 安眠藥 也有一個強烈的 成癮作用 這種藥物 我特意在昨天檢查過 在兩岸三地都是廚房藥 即是說 在兩岸三地裏面 全部都是要醫生開才可以買的 通街買是犯法的 賣的更加是犯法的 所以她一直都在說服飾這隻 當然 汪兆菲 她的微博帖沒有什麼引起波蘭 而真正令到去年年尾 令到大一級讀 比較多人開始去看 是什麼事件呢 是源自張蘭 也就是汪兆菲的母親 汪兆菲的母親 她就在直播那裡 一直都在抖音直播 去賣東西 而且生意額都非常好 她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她馬上再賣麻辣 牛肉 多了十萬分 是 馬上多了十萬人 衝進直播間 在去年的時候 張蘭 也就是大S的奶奶 汪兆菲的母親 她就在直播那裡親口說 其實小S和大S都是吸毒的 她真的用吸毒這個詞 所以這個是一個 比較嚴重的指控的說法 令到更加多的媒體 狗仔隊等等 真的去看這件事 張蘭當時還說言之作作 說自己有證人 可以為這個言論負責 可以去法庭嚴血 說得很實的 不是可以去法庭嚴血 是可以拘捕他們去法庭嚴血 他自己去法庭嚴血 怎麼不能去法庭嚴血 你們不相信我拘捕法庭嚴血 我欺負你不敢 所以很多網民結合了這些說話 再結合之後 曾經出過一個消息 就是說電費問題 就是說大S為什麼在離婚之後 每個月交成四萬多元電費 是 人民幣 是 用三萬多四萬度電 你怎麼用到三萬多四萬度電 因為說他中大麻 對 曾經傳過他說 你是不是中大麻 你要開日光燈 還是很多東西 所以才用這麼多度電 而大S當時的回答是 因為自己有很多花園 很多燈 很多花園 所以用很多電 所以 張蘭剛才正如大師所說 他一直都是透過直播賣貨 而且他人氣一直都保持高機 說的是 他在交交講這件事之後 十萬人衝進去 令他當日的營業額 達到五百多萬人民幣 單日 其實已經跌了 在去年 汪小菲一直出微博的時候 說的是 三十天內 平均每一天 都可以有八百多萬的營業額 馬六記 多厲害 馬六記是賣什麼呢 全部賣一些 即食食品 無論是 預製食品 預製食品 沒錯 這樣 而 過往 張蘭 大家都知道他的時候 就是因為 他超光男 但其實 再更新一下 其實他已經沒有超光男的股權 過往 最多的時候 他有八成多 但是 他被收購了八成多的股權 變成他現在 完全跟超光男沒有關係 變成自己的馬六記 大貨 OK 到這裏的時候 就要講講大小S的回應 先講回他們 官方的回應 大S和小S的回應 其實是很接近的 他透過微博和幾個社交媒體 就說 當然是先先深感遺憾 也說回 之前04年 一周刊已經敗訴 所以那件事 暗示了好像 好像沒有事情 第一 他說當時不關他事 因為只有小S 第二 第二 就是 第二 就是 這個他沒有說 第二 我們說 他其實是侵犯私人 就是侵犯了秘密 並沒有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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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但是他已經說了這些 是的 而且去到 說到藥物 用藥那方面 就是說 大S一直都心臟不好 所以沒有辦法 使用 接觸 或者服用這個毒品 那他以這件事做一個 擋箭牌 第一 我們會這樣想 就是 心臟不好 而吃毒品 也有很多 他可能因為吃毒品 而心臟不好 這兩件事是有關係的 是的 所以 整件事就是 因果的問題 因為他那個 因為他有很多事情 被非常之懷疑 譬如說他走不到路 因為你抱 因為其實 明夜很多都會走不到路 當然他不會完全走不到路 但是你不想走 你是腳軟軟的 所以才是那個巨盡 說我要抱他 是 那這件事 其實這些事情 很多種種跡象 大家會覺得是非常之可疑 非常之可疑 而 台灣的明夜本身 其實是很小事 很常見 很常見的事情 不是中國大陸 管得這麼嚴 台灣很小事 跟美國很小事 誰不踢 你說他不踢 我會覺得比較奇怪 你說他不踢 我覺得不需要否認 十居其七八都踢 他們以前玩音樂 這些人很浪漫 所以踢 踢 如果沒有傷害性 而是沒有傷害性 而是沒有被人妖魔化 又是合法的 我想有八成都沒有踢 現在只不過是因為妖魔化 然後大家說的是十我不捨 而且對身體會有這麼大的傷害性 所以才不會踢 所以美國都很 大家的踢 都判得很輕 就是反毒 反到很大規模的毒品 才會判得重 大規模 小規模也判得不重 所以台灣就踢 就踢 也不是什麼事 你心臟不好 不踢 這個是完全是 根據經驗來說是說不通的 因為古龍是喝酒喝到死 他明知道喝酒會死 你也會喝 是吧 他本身就是 你明知道喝酒 你喝酒就死了 那倒是喝 所以踢藥心臟不好 我真的看不到有沒有關係 是不是 對嗎 當然他就在聲明上 借了這件事去 暗示了自己 是不會服用毒品 或是違禁藥物 而關於這些 台灣的八卦新聞 我亦都不其然會看到一個 source 就是葛思齊 葛思齊 葛思齊是何許人也 他是被 他就是 卓偉的徒弟 卓偉 就是被譽為中國第一狗仔 狗仔隊 所以台灣 這個葛思齊 作為他的徒弟 很多時候他都有很多大的爆料 我是一位幾實攝影師 也是一位資深娛樂記者 專畫 專畫的真相 監督娛 娛樂圈應該是 是的 而葛思齊 其實也是 就著前天這件事件 就說 佳佳所說的 有超過九成半的消息是真的 根據他手上擁有的資料 只不過他過過沒有爆是因為 沒有真實證據 所以他不敢爆 要不然就被人告到飛起 不出來遵守法律規範 如果想隻手遮天 要瞞到什麼時候 你們要不要自己出來認一認 是的 所以到國內的網民 對這件事 天平就開始回到汪小菲那一邊 其實一向都是回到汪小菲那一邊 因為汪小菲和大S的鬥爭 是有政治性分出來的 因為當初是講兩地的疫苗規範 很多事情是有政治的 所以大家這個時候也是有政治 但很明顯 汪小菲 汪小菲也是一條蠢L 即是你能夠做了這麼多 這樣的女兒都可以娶得的話 是不是 即是你已經證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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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